哮喘是怎么回事 刘蕊 西安市第四医院 呼吸科 副主任医师 哮喘呢 其实大家很多人有很多的误解 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呢 气喘 实际上并不是哮喘 但是他以为是哮喘 哮喘多数呢 是在小的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发病 它的主要表现当然还是气喘 那这种气喘呢 它是有一些特点的 它可能当时发作 当时就会好转 除了有一少部分的病人 它出现了一个哮喘持续状态 会一直持续不好 大部分的病人都会自行缓解 或者是用一些我们电视上常见的那些喷雾剂啊 或者吸住剂啊 它很快就会好转的 哮喘的诊断呢 是一定要经过医院的确诊 不要自己想 当然是认为是哮喘 然后用一些药物 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常常见到有一些病人可能信了电视广告 然后呢 吃了很多种乱七八糟的药物 但是它里面还有激素 这样的话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所以哮喘这个疾病呢 有一些呢 是一些牵扯到就是自身发育啊 基因啊 甚至是小时候因为呼吸道感染导致的哮喘的发生 所以很少是在后来才发生的疾病 专家提示 一 哮喘多数是在小时候或者是年轻时候发病 主要表现是窃喘 二 少部分的病人出现哮喘持续状态会持续不好 大部分病人会自行缓解 三 哮喘的诊断一定要经过医院确诊 四 哮喘先扯到自身发育 基因甚至小时候因为呼吸道感染导致的哮喘发生